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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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儿会是一个问题吗 不会的 因为在这里有洋葱 有这个胡萝卜 就烤这个就够了 对 提前这个羊肉不用去味儿吗 不用 那就说明我们选料的时候 得选特别新鲜的好羊肉 对 一定要选好多羊肉 其实只要肉腥足够新鲜 其实并不怕太删的 对 因为我羊肉好 它也没有那么删 他们这个马上就可以操作 好 你刚才一直开着火 对 是炸着锅呢 是要煸羊肉了是吗 对 好的 这个油稍微大一点 但是在家里焖饭的时候 这个油不能太少 但是也不能太多 为什么呢 你如果油太多了 就把它抹下去 被油包裹起来 它这个也不容易净吸水 也不容易挥发 就会变加生了 对 容易有心 第一步 张成斌说我们要先煸一下羊肉 羊肉切成不大不小的丁 油的量要不多不少 他们大概是在油温什么时候 二斤米 放了大概有一两多油 你这么说的话 会有一些人还是能听明白的 我还是不大明白了 但是会有人能听明白的 煸到什么程度 煸的干燥 姜末姜末是待会儿掏一个洞放进去的吗 对 干嘛不先煸姜吗 这样的去腥味更好 因为不是炒菜 对 因为你如果先放姜的话 倒是姜的香味出来了 羊肉这个香味还没出去 这个煸炒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去一下羊肉的山系 水分和上面 水分 我们看到水分果然是很多很多 这种羊肉你看 嗯 这有四五成熟 嗯 看一下这个 嗯 所以还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先弄熟了 这胡萝卜斯一定不要切得太细了 我刚才被你骗了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 就是所有东西都生着 跟米饭搁在一起焖熟呢 不是这样 要煸一下 就是的吗 你一开始要跟我强调一下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做熟了的 然后跟米饭搁在一起再继续焖 但是是半熟的对不对 嗯 菜是半熟的 嗯 米饭是生的 胡萝卜要炒到塌下去吗 对 嗯 你待会儿这个要都盛出来吗 不这么买 呃 我想想啊 你 咱们拿什么做米饭呢 一个 嫩烧锅 不是 就在这个锅里做 啊 你这个锅里放得下二斤米吗 要你 要是这个菜都炒了 你 这样吧 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而且胡萝卜素 胡萝卜油 才能出来呢 编完了 编这个菜蔫了 基本上有点要出 红油那种感觉 嗯 哎 就可以 嗯 要把它煸出红油 这个红油其实是说从那个胡萝卜里出来的 胡萝卜素 对对 嗯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之后 是不是怎么也得先加点材料吧 呃 不着急 在咱那个虾米之前的这条件 先炒了 现在这个 嗯 已经 拍摇了 嗯 也就是扒成熟了 对 它这个水分挥发差不多之后了 又开始出油 看 看见了 对 橘黄色的油 师弟 这就可以了 喂 你快关火吧 不用关火 嗯 加盐 行 行 这种时候总是很紧张 没事 不用紧张 不不不不 因为有的时候差一点不是就差很多吗 行 我给你留着空 我想想啊 还要加胡椒 不 对 来一点胡椒粉 真的要加呀 嗯 每次猜对了都特别高兴 来点胡椒粉 嗯 其实这个调料特简单 就是这个盐 胡椒粉 就两样 嗯 胡椒 其实说实在的 不加也行 是不是 对 但是还是因为 有些人老怕的山嘛 嗯 加一点 少加一点胡椒 当我看到我端这个米呢 嗯 泡了二十分钟 是用冷水泡 还是用 温水 为什么一定要温水 温水呢 它是这个 吸水性 这个米 跟着这个水温 嗯 温度好合适的话 它吸水性比较快一些 如果是冷水的话 那个米吸水 怎么办 水慢 对 这个用温水泡了二十分钟 对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 往里下米了 你这个泡米的水也要进去吗 对 其实就是要用这个泡米的水 也就是米汤了这时候 对 它已经有米的 这个泡这个米啊 一定要整合好 说白了 你就是加这个水 嗯 大约在一比二 就是一斤米 二斤水 嗯 一比二 对 一斤米二斤水 对 就是水比米的重量多一倍 对 这个又变成了一个那样的问题 就是说起来容易哈 加多加少 直接决定了这道菜成还是不成 对 因为这个你不能中间加水 这事我明白 嗯 在家里说做饭 不可能拿个秤 腰一下对吧 秤一下 那你说把这个米放到菜上面 嗯 开锅之后呢 大概有那么一指后 啊 这一指后就是 嗯 一点二厘米 哎 这样说更好 嗯 一点二厘米我们还是有 啊 比较具象的一种感觉的 反正咸袋我们都加过了哈 对 就现在剩下的就是等着米熟了 对 可是这个火 当成米一直都是大火咧 嗯 先开一下锅 嗯 我理解现在就叫开锅了 你说还不叫开锅吗 没有因为它中间还没开呢 全体开锅 全体开锅啊 那对流之后这个味道就遵匀了 不然那边有的米的地方 它没没开匀 这边是咸的 这边是蛋 明白了 像我呢 有的时候会有多动症的嫌疑哈 我站在这个锅边上拿着这个勺呢 就会老想去扒了它 这个东西要把它都扒了匀吗 不用不用 那我我担不担心做出来以后 有地方就是一大堆饭 有地方一大堆菜这样呢 到时候还有一个翻的过程 做熟之后 哦对 那到时候这个菜不在下面吗 嗯 到时候快熟之后 最后留个三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放进去 再闷个两三分钟 你去说放这个 嗯 这个会让很多人很高兴 新疆的葡萄干 这个算开锅了哈 你转了小火 然后 好 多长时间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 我能再放进去 香喷喷的羊肉手抓饭 重点不折一 炒料 焖饭 这里大家需要记住三点 第一 切胡萝卜和洋葱的时候 不要切得太细 因为之后要焖制的时间很长 如果此时切得过细的话 食材容易碎烂 样子也不好看了 第二 在炒料的时候 一定要炒到胡萝卜 放出红油 再下入大米 这样做出的手抓饭 颜色更漂亮 营养激发的更加充分 第三 大米与桃米水的比例为一比二 而且要一起下入锅中焖制 为手抓饭增香 眼看二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手抓饭怎么样了 大家快一起看看吧 好 二十分钟 对 二十分钟 真让人 我不是怀疑你的那个记忆 我只是心里就是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这锅饭到底成不成 三心的 因为还是那个问题 刚才这整整二十分钟 我一直在和 张成平考论这个问题 水多了 水少了 这锅饭就都可能废了呀 现在看起来我们成功了 不多不少 但是是不是会有点 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会有点加生呢 我吃一小口 应该不会 稍微有点硬 但是绝对是熟透了的 对对 稍微有点硬 哎呀 好棒啊 再来 待会再说吧 那个所以就是在出锅前 把这个菜跟饭拌匀是吧 对 拌一样 那那个 那葡萄干 还要撒葡萄干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要不然怎么会是 新疆手抓饭呢 都放了 这种合作太愉快了 那葡萄干放进去以后 就不要时间很长了吧 对 因为这个葡萄干 稍微变软一下之后呢 那个味就出来了 三五分钟 如果喜欢吃甜味的人 其实可以加点点蜂蜜 对 这个就更阿拉伯风味一点 出锅的时候 一定要听到这个锅里 有点嘎嘣嘎嘣的那种响声 这个声音是来自 这个水分基本上挥发的差不多 然后下边有点那种 像饭干碗一样 饭干碗一样 锅巴 最香的 第一 洋葱 胡萝卜切丝 羊腿肉切小丁备用 第二 热锅凉油 放入羊肉丁 加姜末 一起煸炒 羊肉断生后 下胡萝卜丝和洋葱丝 一起炒到食材 他央的时候 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然后将提前泡好的大米 连同泡米水一起倒入锅中 铺在辅料上面 大火烧开 转小火 盖上锅盖 焖至二十分钟 第三 二十分钟过后 将煮辅料搅散 加入葡萄干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成盘 今天的这一大锅饭 加上这一大盆 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 从盒饭里解放出来了 一道自制的羊肉焖饭 也可以叫羊肉手抓饭 因为是手抓饭 所以我们要去洗手 然后谁都不许用餐具 真正体验一下这种西域的 吃法这种风格 光吃饭就会很干 所以我们就得喝点什么 大酱汤 今天的天天锦囊 就要做一道大酱汤 这个大酱汤 还是有一个 很有技术含量的环节 要跟大家先透明一下 做大酱汤的这个水 是用咱们的桃米水 桃米水可以用来做酱汤 到底这里面有什么妙处呢 我们听小张一边做一边 讲给我们听听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简单制作一道 内容丰富 口味咸鲜的美味大酱汤 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步 北豆腐切大块 与香菇一起焯水 当水再次煮沸的时候 捞出备用 另外隔离也要单独过水焯熟 当隔离的嘴全部张开 即可捞出 这里要提醒您 超熟的隔离 如果嘴还是紧闭的 请大家果断抛弃 不要食用了 第二步 将桃米水倒入锅中 分别下入超过水的隔离 豆腐 香菇 另外还有洋葱 青红椒 海鲜菇 这时加入一大勺黄豆酱 搅散开 转大火烧开 撇去上面的浮沫 出锅前撒少许胡椒粉即可 在寒冷的冬季 喝上这么一碗滋补暖胃的大酱汤 一定会将美味营养全部抓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